骏子骏子我来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Dodio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大力 卖骏子比较多的市场 那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激动激动怎么办 都干嘛啦 多少钱吧 110斤 牛冠军怎么卖 15块哦 麻线吧牛冠军呗 小的咧小的咧 小的咧小的咧 老人头也要卖25 这个骏子是之前干片特别容易跟松茸混淆的骏子 老人头 然后卖的比牛干军还要贵哦 它的松茸很像 但它其实不是松茸 它就叫老人头 但它的干片和松茸太像了 不懂的人很难区分的 我们还是选一个回去吃吃看 选这个吗这么大 这一个 我们就买这个吧 希望不要进床 你买太贵了呀 只能吃一个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个老人头 看起来还是挺大的哦 怎么吃呢 先用手把它掰开 嗯 看 切这么长时间你们会不会 不懂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松茸 不懂的人绝对以为这个就是松茸 所以说 如果要把松茸干片的话一定要找我来买 一个是几十块钱的 一个是上千块钱的 看着一样 但是营养价值啊 可是天差地别啊 老人头下锅喽 现在已经炒的差不多了 闻到了正正的香气 等一下炒一下 看一下味道如何 其实我第一次炒老人头吃 我有一个惊喜发现 就是它炒出来 然后入口的香气 和松茸竟然有几分相似 如果没有吃过松茸的人 或者不懂菌子人 很有可能会把老人头 当成松茸一样吃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香气 包括他们的外形如此相似 但他们的价格却天差地别呢 那今天就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 大家好,研究研究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咯